你可拉倒吧 招呼老板给你揍出去 今天来盘开了很多年的大拢面 上季天天手擀面 拿过蛋了 一丝铃肉丝带底 二十八 热的 先炒的 做法没毛病 开饭 揍一个 先炒肉 大肉 抓了少许的粉 又本身的嫩度 不是烤粉的嫩度 它这的皮不错 筋微微的粘牙 就是你嚼着嚼着 它就烂开了 不是那种夹娇的感觉 味道没有那么直接芥末 窜到鼻孔上头的那种劲 很温柔 很不错 蒜嘴的到位 芝麻酱不香 它这道肉丝代别 做的可爱 虾米通号二十二 这道菜它是用海米的鲜 这种自然味道去吃鲜 加上通号本身的清气 也是一种很素合和融合的味道 放的有辣椒 没有什么辣味 它这个酱就这种无香气 特别小 招牌道口烧鸡四十八 一只刚出锅的 尝它入味入味 就尝胸脯这点 鸡胸肉能从中间咬断 你可想着它的嫩度 嫩而不柴 很入味 鸡胸脯很入味 其他地方都没毛病 鸡皮微微的炸过 鸡皮这种肥鹅日本女 这清仙卤出来的 好吃 手感捞面十二 它家是一大碗 我是四种四种乳 就是自己盛 我呢就给它盛了三种 都尝尝咸蛋 不豆 嗯 够乱 鸡块 它四种乳 南上点一碗面 成四大碗的 鸡皮 鸡块 这还有个凹菜 猪中点菜 十二块颜下的鸡 没毛病 四个路都尝尝 你可拉倒吧 招呼老板给你揍出去 进来看 人家摆了很多辣椒 也卖 十二块颜一瓶 烫烫辣椒 咱俩刚才都弹过 是啊 你看你在那儿放着 我俩在那儿偷乐 好吃 好吃 味道很不错 有蒜和 做椒 它就是那种 就是鲜辣椒的辣 不是那种红油辣椒 那种熟辣椒的辣 对对对 挖了一百次 像这样的菜 加盛面 三个人的 把人追 就是鲜头 这一天你吃完能记不住 人家味道会想着再来的一点 但是有一点 介意卫生的 最听味道的 啊 这一天你吃完 你吃完 怎么吃完 这一天你吃完